冬午节前夕镇内纷纷举办庆端午的活动 鼓文俊一副职 马不停蹄的前往与乡亲们同欢 有启摩社区发展协会 忠诚吉能卖部落 还有玉礼青年会等等 都借着包粽子的活动来感受节日气氛 还将粽子分送给社区的弱势民众 透过粽香来传达爱 桌上满满的配料也飘出了浓浓的粽香气 适逢端午节前夕 玉礼镇内纷纷举办了端午的活动 玉礼镇长龚文俊一副职 一早就马不停蹄的前往与乡亲们同欢 有启摩社区发展协会 忠诚吉能门卖部落 以及玉礼青年会 国务里的离领长及志工队等等的单位 都一同来庆祝端午节 都借着包粽子活动感受节日气氛 还将粽子分送给社区弱势的民众 透过粽香来传送爱心 记者高松双玉镇采访报道